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我想我就念一下 说念了 有网友问 如果张伯芝 谢霆锋离婚了 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爱情 纠结呀 不过如果张伯芝离婚后和陈冠希复合 谢霆锋再跟王妃结婚 李亚鹏最后跟周迅在一起的话 我想我还是相信爱情的 很好 我觉得这个段子也讲出了一个事实 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 在美国好莱坞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 就在好莱坞的 好莱坞 好莱坞 你这个口部很经典 好莱坞他就是忽悠的 好莱坞 好莱坞 在那边那个所有人都有升级器官的关系 只要你慢慢去找 不就是他们说的 他们说算过拉边在那边从事电影工作 在电影产业工作的人 比方说有十五万人 基本上你可以算得出来 到最后没有升级器官关系的男女 大概只有五六百人 其他的都是互相 表兄弟姐妹 全部串联起来的 所以反正不排除这个可能吧 就等于是说前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 我们也看着谢霆锋跟他太太 觉得非常安爱嘛 突然又发出现了这么这么快乐的新闻 提供所有的华人观众来 每天来讨论 这个这个这个又又停 你有资格发表一下 对他们刚才说他怎样才会相信爱情 我今天在微博上也看到有人说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很不幸离婚了 他才会开始相信爱情 因为爱情就是应该要如此现实 之前的他们太完美了 太像童话里了 太不切实际了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他们塑造成非常完美的形象 所以这些记者们 或者是说旁边的一般人们 我们现在是公民狗仔嘛 大家每个人都希望我在街上就看到他们两个有问题 我就觉得大家就觉得我不好你也别好 所以有这种心态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种什么飞机像这种头等舱的事情爆料出来 我这几天真的有一种这个挫败感 你知道吗 就是说尽管我仍然认为狗仔队是下三烂 可是我现在发现我自个儿也下三烂 就是我不都不屈服了 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东西 我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我过去按说是 我现在真的能理解 边看边骂 就是这种心理 我一边看 我觉得这帮狗仔队 他不是东西 我下三烂 可是为什么我从第一个字看到一样 一点千万 每个细节都把握 都错过 没有你觉得 我觉得我这个人格分裂了 你觉得狗仔队下三烂在什么地方 首先说爆出什么头等舱 他们拍照 陈冠西 他们拍照 这个不是狗仔队爆的 对对 我说的是这种狗仔的行为 这种文化 对这种狗仔行为 因为你坦白讲 你完全没想到后果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做什么事 假如都想到后果的话 可能什么事都做不了 可是我这个事情 我后来回想说 你看这个明明好像是不错的 经过前几年的一番的风浪 大风大浪之后 后来因为拍一张照片 而且可能是在头等舱 我不晓得是谁爆出来的 可能一个罢工 或者说八婆看到 回家上个网 或者说跟他朋友讲 朋友跟朋友讲 朋友跟朋友讲 变成这个 可能一段 可能白头偕老的婚姻 就这样没了 然后两个小孩我不确定他们看得开 看不开 可能也看不开 小孩也会心理受到影响 性格受到影响 人格受到影响 到最后可能就产生了很多悲剧 可能只不过因为一个人的八卦 在头等舱偷看了人家 坦白讲 你不确定他们拍照的时候 讲了什么话 可能张伯基跟那个陈先生说 我告诉你 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了 不过照还是要拍的 这样可能是这样吧 我有一次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火车上 我跟一个女孩子一起坐火车 坐在一起嘛 哎呀我就觉得 他能到一个什么行为 对面有一个女的 实际我家伙极为灵敏的 对吗 我眼睛的余光就看见他 他呢就拿起手机来啊 他要拍 他要拍 但是他也怕我注意到他 他假装自己看 然后呢 这样这样这样转过来 你知道吗 到最后我就一直看着他 就正正的他看着我 按下快门 然后正好我就一直看着他 他也按 也敢按下快门 不是他按下之后呢 正好到站了 藏一下 他可能都没到 没该到这 但是藏一下就走了 我就说这种窥视 他是可以到这个 毫不礼貌 而且也不会征求你 同意这种程度的 我在台湾也被跟过 那时候还在当主播 就是在台湾当主播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当时的男朋友去逛个街 然后那个人呢 你就可以发觉呢 他一直靠着一个小女神 那就像你说的 他那个照相机呢 是放在他的这个这一边 然后呢 他就会利用 就在你旁边 他就一直不停的 就是他在看着 他的快门是不停的在 你看他不管他就是 而且现在用录影的 他已经不用快门了 快门太慢 他直接用录影的方式回去 再用截图 这样的动作才流畅 然后呢 才可以知道整个形象 所以现在已经 这种已经算是幸运了 比方说他偷拍你 你真的在那边被偷拍 可能你没做什么坏事 他也偷拍你 我们经常最讨厌是碰到说 他真的不是偷拍你 他是看到你 也年后呢 就上网来讲 他也没把话讲清楚 比方说我曾经有一阵子 回家 对对对 家辉的这个夫妻俩 闹过一次加变 就是就可以分享一下 没有加变 这个你说那一次加变 我闹太多了 我忘了 没有这些是蛮无厘头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心虚 因为就是回家 看到我太太 脸色凝重 不太好 脸色 我听的是脸乱 脸色 淫乱 很非常的 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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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幸好我从来 广东台的那个节目做多了 这还是广东话的教室 广东话台了 大家看看一下 香港台 香港一道 香港台 去收看 反正我就问什么事 他就问说 是不是今天去了什么 时中酒店 说我去了酒店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怎么会 没有啊 当然是没有 然后他说就是上网看到 就看到有人这样写 在一家酒店的门口 看到马家辉这样子 就是然后就写了一堆 那我想起 我当天好像是经过那个地方 可是他当然不写前言后语 就是说把那个片段写出来 叫酒店那边 而且还描述我五官表情 他好像充满了亢奋的心情 经过时中酒店 那这样就引起你 整个家庭的不愉快 我觉得就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明星话题的 这个作用啊 其实是提供全民的 这个话题 你像你说的这种吧 对于明星来说 我觉得眼下 今天这时代是躲不过去了 刚才你就讲 这个什么好莱坞啊 我最近 我教你普通话 我为什么最近 我为什么最近 也准备下散烂了呢 因为我那天看了一本书 就是叫什么电影手册 就研究这个好莱坞的 这个明星现象 然后我就发现了 我们都老土了 就是说 谢霆锋 张伯之 你们入了这个圈子 照美国好莱坞的来讲 它就是一种明星体制 这种明星体制 实际是一种社会系统工程 包含了明星的私生活 一切都是大家公共议论的 这个话题 像什么玛丽莲梦露啊 这种啊 这个这个就 搅不清楚的这种关系 但是我要说的是 明星也许避不了 但是啊 这种类似的这种行为 在私人生活 一般人的生活当中啊 这种人最坏 是 太坏了 在哪儿看见人家老公 或者人家老婆 跟谁谁在一起 讲实在话 你像我们朋友啊 比如说我要看到家 我肯定不会说的 这是男人护男人 但是你看到你好朋友 就是他的老婆 或者他老公在外面 可能真的有第三者 你真不讲 你真不讲吗 他是你好朋友啊 可是他的第一败背叛他 你真不讲 我不会讲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么说啊 咱即便从最正义的角度讲啊 这种事情啊 最终他只包不住火 你明白吗 让他们夫妻俩啊 自己去走到结局 对吗 自己去发生问题 最讨厌的是别人 你比如说我认为 这个谢听风和张博之的关系啊 实际上不管怎么发展啊 他已经不可能不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 你想换了你 你能自然吗 整天报纸电视说着 两口子回了家 他怎么聊这事啊 你知道吗 这个生活当中 也有些女的 也有些男的 现在口德更坏 你知道吗 看见人家这个 就爱说 我觉得他今天怎么这么讨厌呢 没有 这种情况啊 你说发生在 你刚说的那种被每个人报纸 报导讨论 当然压力很大 坦白讲 这私人 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嘛 你可能 比方说碰到谁谁谁 跟女生吃饭 你假如不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那一两天的 意乱情迷 可能就过去了 他婚姻还是没事 白头偕老 当你告诉了他老婆的时候 他老婆知道之后 他下不了台啊 怎么办 我的朋友知道 没面子的时候 后果就来了 可能一段明明很好的婚姻 结果就没有了 结果就改嫁了 德文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枪枪三身行 广告之后见 我也听事 有几张照片啊 咱们可以看看 都有点象征意义啊 咱们再看这个 这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这是车展 车展的时候就这么拍 然后你注意到那女的那个手啊 还挡着一个人的那个照相机啊 因为那照相机的角度已经去到那了 然后你再看下两张 这就跟咱们今天这个题目有联系了 你瞧 英国威廉王子的大婚呢 人家大方 这个女方新娘 新郎啊 请的是三位前任女友 是吧 来出席自己的婚礼 你看这英国人是吧 你看长得像谁啊 三个是不同的type 我发现这仨长得像三个演电影 这仨 sex in the city 你再看下一个 你看女方新娘 也请 前男友拿着是新娘 给她的请柬啊 参加自己的这个婚礼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张伯居 跟陈凯兴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然你可能第一个想象是说 这女生怎么没想那么多 你都没想谢霆锋怎么想嘛 然后当然就骂声一片 有人就说女生不剪点 然后都很难听的划都出来 后来我想一下 你说女生在这个面对前男友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心胸一直都是 如果你真的爱过啊 你这心胸真的是很宽大的 不管他对你做过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原谅他 你不觉得吗 你想想看 可以跟他主动换位置 到一起拍照 这需要多大的一个 表示他心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那个 我们外界觉得对他的恨 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对前男友是很包容 照理说也是应该对公众 是一个好的示范 表示说你对于你过往的情感 你应该有一定的包容度 跟他们的相处 你应该是要比较乐 就是比较 不要一直有这种阴影 在你的这个心里面的 对你说这个 我得想起来 咱都是下三滥 揣测 首先这个事 是不是真有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我今天 现在陈冠心说有啊 陈冠心说有照片在赵伯之的手机里 我们真拍了照 他就是因为他承认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更加有真实性 不是反正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看这个所有的八卦报道 我唯一的理由都是爱护创作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吗 这个领域啊 是我们国家呀 唯一的创意产业 或真正版的 或真下值的 最能体现 最有言论自由的一个系统 想象力的 创意的 所以我是照着保护创作的角度 来爱护这些 报道 我就说啊 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咱就以讹论讹啊 假想生活中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 大方眼过头了 你比方说啊 比方说这个一个一个女的 碰见这个前男友了 她第一反应是 哎呦别说话 躲着 可是后来心里一想呢 哎 我明明心里没有什么鬼 我要是偏偏这样啊 才显得我在乎他 才显得我介意他 这样更对不起我老公 我偏要显得 我很度量大 没什么 这事过去了 这事在我心里是丝毫不留痕迹 哎 那么我就偏要显得大方 但是呢 有点 有点作过头了 作过头了 就热情有点过度 有没有这么一种理解 那他 那个 你要看每个人的性格嘛 比方说张伯茲 我们看到那个性格 真的非常刚烈 我们看到当初几个参与 这个不参与 发生牵涉到这个事情的女明星啊 好像是他最早出来来面对访问 接受访问 侃侃而谈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他就是这样嘛 当他当天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在电视镜头面前哭了骂了 讲了之后 可能就像文涛说的 把这事情放下来了嘛 而且我发生这事 我还跟朋友说假如我是张伯茲 发生这种事回去怎么样来跟谢霆锋讲呢 就引用曼德拉的南非 曼德拉的说话嘛 别忘记曼德拉被关了几年了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二十七年 对不对 关了二十七年之后 后来他当上南非总统 他做什么 他的当上总统那一天 他邀请很多嘉宾 贵宾来嘛 他邀请了当年二十七年来 在监牢里面 来看管他的 列带他的三个白人守卫 来他的这个典礼 曼德拉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我知道从我被放开来那一天 二十七年 关了二十七年 他们把我放出监狱那一天 在我踏出大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一定要把这个仇恨放下来 不然的话 他们没有把我放出脑里 我还是自己把自己关在脑里 那张伯茲可以这样说嘛 从我那一天我就知道 我一定要把姓陈的 这个家伙的事情放下来 不然的话 我永远被拍照 永远被人家被这个阴影 关注 可以吗 可以这样讲吗 是 你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啊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示范 但我没有想到 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大家在一个发酵过程之后 女的被骂了 而且是被骂得很难听 所以现在在男女关心里面 女生一直比较弱势 我总觉得 他绝对不可以 如果我们就明星的效应来看 就演示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他绝对不可以红性出强 像之前一能进也是 你牵了一个人的手 你怎么知道他老 他们两个本来的夫妻关系如何 或他跟那男的夫妻 但因为女生先红性 被人家认为先红性出强的时候 照片可能先出来的时候 你就变众矢之地 你就不得翻身 男生 哎呀男人嘛 花天酒地 男人都会犯 男人都会做的错啊 不是 成龙大哥也这样讲 他现在一帆风顺 是吧 我们给予男人一个 他的空间 但是女人没有这个空间 我们不行 既然有老公那么爱你 你还想要怎么样 你还想要跟前男友复合吗 你还想跟他照一张照片吗 No 你就是要当险亲良母 你就是应该维持你 女生该有一个好老婆的形象 这样有太很严格 非常严格 我觉得 这个背后啊 实际都是隐藏着一些 土鳖的想法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我就不明白 你想我这么一个高雅的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 这么样的爱看呢 你说为什么 太天敬生活了吧 是吗 还是说他在里面 高潮迭起 什么剧情都有了 就他不是只有 如果我跟你讲 如果他们继续下去 就是像他们 从今上讲之后 一直都是如此爱他 如此爱他 如此爱他 你再看一年就无聊了 也没什么好险 他们就是很爱 谁知道 就在我们觉得 他们应该很爱的时候 要离婚了 这个落差太大 我开头读出来的问题 让我有一次想起 又停 就你看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们离婚了 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爱情 这个提问题啊 就非常的荒诞 你知道吗 就像你那天说的一样 你记得有一次 你咱做节目 你做这儿 你说 我看见这个郑秀文和许志安 复合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圣女啊 什么有希望 我当时我就问你 我说郑秀文有救了 你怎么就有救了 就是这有什么 为什么你看 他有一个寄托 我就说是我 我那时候也是解释嘛 这是我的寄托 我觉得那是可以让你看到一些 你希望做到的事情 它变成可能 它已经变成事实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还有希望嘛 就像你找一个人 你是我的模范 我看到你成功了 我就觉得 不是 这是什么 什么犯呢 我照你的方式 我在凤凰 因为有机会 就有一天 主持一个 小心 常常识人形 抢位子 你看这个女人 女人总把私生活问题 聊到工作下面去 就是跟这一样 就是我都会找一个模范咯 那越不可能 尤其在这个 现在大家最不相信爱情的时候 当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你会觉得特别的好 你会教他 可是又此时 我完全同意你说 可是那个你说 看明星啊 看成一个希望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比方说 我不是黑星 我蛮高兴 他们假如真的离婚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香港 出生成长 他的父母亲 在爱情路上的风风雨雨 我们几十年来看 蛮富有戏剧性 然后我觉得像谢贤 跟他他前妻离婚 是一个完美的示范 不为什么小孩长大 这是各自的路不一样 我还有下来二三十年的路 快乐要去找寻 然后示范了一个很好的离婚 对不对 我们都看到了 离婚之后两夫妻 还带着新的老公 什么女朋友 一起伺候完了 我觉得这样才好 所以第二代来了 假如就像你所说的 真的是那么完美 俊男美女 大明星 大哥星 什么一起生两个小孩 我觉得那种所谓完美 觉得真的是跟人生的现实 距离太远了 反而我 他们能够离婚之后 能够更像他们的上一代爸妈这样保持这样好的关系 大的方方 对 我觉得才是好的示范 也是一种 你像你说这个迪布拉嘛 就是现在这个香港这个记者 我就发现我就 其实我看他们采访 我就看着我根根的这个乐 你知道吗 哎呀现在两夫妻啊打架呢 然后这个迪布拉呢 就把两个孙子带过来就照顾孩子 然后我们就给这个迪布拉打电话 当然电话是打不通了 但是我们发现呢 他的情绪有变化 因为一打电话 转留言信箱嘛 上午打电话 这个迪布拉这个婆婆吧算是 上午打电话 他的留言 还是那个轻松愉快 哇哇哇这样的声音 你是谁啊 请打电话 什么我不在 他说但是到了傍晚 我们再打电话 发现留言信箱的声音呢 就变得沉重低沉 感觉这个迪布拉 一天根据自己的心情 还要换这个留言信箱 要我乱换 我若一天被50通电话 记者电话打 我下午的留言 当然也很难听了 就别再打了 别再问我们家 就是你看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说 这种所有的这种八卦 其实呢 他真正的 我觉得下三滥的地方 就包括我也下三滥 我们都有下三滥的一面 但是我们的这种 下三滥的一面 实际就是让一个 土鳖成堆的社会 更加土鳖化 聊的都是那个小市民 你看看哪聊的是他们 聊的都是 他弄了他多少钱 他把他房子 炸干了老公 那老公已经 把他房子 看不见 他把他房子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